讲第一个话题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参与国企审计 这个是2023年2月22号 就很二的一天 彭博社的一个消息 说据消息人士称 国家要求对这个所有的大型国企 或者央企进行这种窗口管理 就是实际上是口头传达 没有任何的书面 但是要求什么呢 就是要结束跟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 怎么个结束法呢 就是不是说现在我们就不理你了 只是说这一次的合同续完了以后 就不再续签了 因为这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协议 都是一年一续的 那么以后就不做了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害怕国家的机密泄露 但是我觉得扯淡 真正的目的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大概还是不愿意配合咱们做假账 我们要走中国估值逻辑 这个一定很多数据是要讲政治了 所以不能让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搞 咱们一定要找这个 有原则有党性的会计师来去处理 记得是两年前就有很多的大V 当时就说说这个中美会不会脱钩啊 是不是有问题啊 当时的这个很多大V说了这么一个论断 说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 你们会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裁员 就是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企业你要到美国去融资 你要到海外去融资去上市 或者你要到海外去投资 这个事情呢 你都需要有一个人来给你担保 或者有人来保证说你说的话是真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如果你说现在把他们的人裁掉了 说他们说我在中国已经接不到生意了 那就真的是中美脱钩的重要指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指标了 就是要求各大国企央企 不再使用四大会计师务所进行审计 应该在今年上半年 我们就会看到大范围的裁员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互相不信任的人 要一块谈个生意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人来给我们做担保人 比如说这个担保人叫张老师 对吧 这个张老师他的唯一的用途 就是他永远说真话 而且他了解双方的信息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张老师要失业了 对吧 我说我不按着你那规矩来 我不按你那套说了 咱们自己该搞啊 但是现在这个事呢 国家在批谣 就是国内很多媒体在批谣 因为呢他叫彭博社 据消息人士称 而且呢写的叫窗口指导 就是不会留下任何的这指令 或者指的面的东西 都是口语 我给你传一份口语 然后你们就照此办理就可以了 批谣怎么个批法呢 中国政府由于数据安全风险 敦促国有企业 放弃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 但是其实呢 咱们国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本来就不是人家原来那套东西了 对吧 本来这些会计师事务所进到中国以后 都是由中国财政部跟他们成立的合资公司 就是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或者英国的荷兰的这些会计师事务所了 都是中国的合资企业 而且中国的国资是占大头了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肯定说我们还是会接着用的 而且中美不会脱钩的 我们会接着干 但是呢 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就是国内有很多的媒体和报纸 就是他怎么批谣 你就反着看就行了 当然国内还最近出了一个很奇葩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安勇 就四大会计师务所里 他有一个安勇 他们要求所有的党员 在工作场所要佩戴党徽 我还真不太注意 党徽党徽长啥样啊 四大为什么地位这么特别 这么奇怪 因为国内还有八大 就是中国国资的 完全国资的啊 八大还有很多小的会计师事务所 为什么就一定要喊四大四大 因为金融跟公司啊 商业制度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那么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普通人需要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去的时候啊 你搞不懂他到底在干嘛 各种数据 实际上你是看不懂的 还有我们需要做非常高效的这种交易 我不能说 我现在需要去买股票了 来请把你的这个账目跟我说清楚 那这个事你就晚八秋了 对吧 他这个事一定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需要一个可信的中间机构进行监督 保证数据是完整和有效的 而且在以前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什么就是基金直接投资的那些企业里头啊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条款来保证投资人的利益 但到二级市场那么多股民 别方挨着个去跟人谈条件去 那怎么办呢 他就做了一套复杂的规范的标准 我们就都按这个来就完事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真正靠谱了 真正管用的这种快捷市事务所来替我们做审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说这么多快捷市事务所 为什么一定是他们四个 这四家是大浪逃杀最后剩下来的 因为你做快捷嘛 你总有这个做假账的时候 或者说总有这个就是账目做的不清楚不对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能原来十个啊 后来变成九个 后来变成八个 后来变成七个 就是他属于是不断淘汰的状态 他很难变出新的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要不断的去积累自己的名望 自己的声望 自己的这个品牌力量 那么这四家是谁呢 一个是德秦 一个是普华永道 一个是安永 一个是毕马威 这四个 这四家呢 总部啊 德秦是在英国 普华永道也是在英国 安永也是在英国 毕马威是在荷兰 实际上他们的总部都不在美国 但你说他们是英国公司 是荷兰公司吗 还是中国公司 这个其实不能这么讲 因为啊 他们就属于全球公司 他们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甚至包括现在可能战火纷飞的 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什么地方 他们都会有分布 都会去给他们做一些 各种的审计啊 各种其他的这种财务的 这个金融服务 所以他们都属于全球公司 这四家里头呢 最挣钱的是普华永道 它的收益是430亿美金 这应该我估计是2019年的一个数据 然后德勤呢 是370 安永也是370 毕马威最小是290 而且呢 这个都是这种叫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个可能跟很多人思考的不一样啊 为什么叫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个德勤 有33万名员工 普华永道有28万名员工 安永有29万名员工 或者接近30万29万8 毕马威有22万名员工 毕马威是这里头相对比较小的一个 原来呢 不是四大 最早的是在二战以后呢 实际上是十大 后来到这个1970年到1989年之间呢 就变成八大 因为有些倒闭了 有些这个就是合并了 然后到1989年到1998年之间是六大 到2021年之前都是五大 然后这个里头还多一点 就是从六大到五大的时候 实际上是普华和永道两边合并了 然后呢 五大的时候呢 这个里头还有一件叫什么 叫安达信 安达信是怎么死掉的呢 当时美国 2001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 安然案 就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 能源公司 然后在里边做假账 虚报各种利润 这个安达信在里头 他说我没查出来 但是呢 大家就认为 他是知道是在做假账吧 做所有审计的时候 你没有去给人家很好的把这个问题披露出来 导致很多人去买了这个安然的股票 然后最后亏的血本无归 完了以后 安达信就直接解散了 就没了 这个是四大最后叫硕国尽存的四个 就2002年往后就剩四个了 那么为什么需要快速事务所 就刚才我们讲了 上市公司是需要公信力的 普通人很难理解大公司到底在干什么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大公司里头比如说亏钱了 比如腾讯 你经常发现腾讯没亏钱 腾讯还是在盈利 但是他只是挣的很少 他比去年挣的少了很多 那你说他真的挣的很少吗 其实不是 他挣的钱其实并不少 但是呢 他买了很多股票 对吧 或者他投资了很多公司 然后这些公司的股票在港股上 在美股上 他跌了 那么这个他也要寄到这个什么亏损里边去 然后再把他其他的利润就都直接吃进去了 但这个事情你对于很多投资的人 或者买股票的人他其实搞不明白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就需要这些 呃 会计师事务所去审计 我至少保证 你这数是真的 对吧 是完整的是真的 是最新的 这可以了 现在所有的投资者都需要 呃 这种大型的财务公司 呃 或者大型的审计公司 去对账目进行处理 股市上公布的那些数据 都是高度概括的 就是那个背后的水深的一塌糊涂 因为我原来有在呃做投资的时候呃 我的老板给我招了个上级 这个人呢 是大摩的 以后呢 他是专门做这个呃 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啊 做什么这块的 而且国内很多上市公司都是他来帮着去上市的啊 帮着去做各种数据 然后到公司以后呢 跟我一块配合 我们去做投资嘛 发现哎 不对啊 他说这个数据底下 发现你们做的这个事情还有很很深的水啊 还有很多灰色的地方都在做呀 对吧 对后来我说是这样的 这个呃 就是你浮在上面的这部分 对吧 你是搞不清楚底下到底是怎么干活的 但是我们最后会把那个数凑齐 呃 这个还是人家真正做报表 做着这块的人 然后像我们真正在外边看这个股价涨跌 然后看财报的这些人 就更不知道他那个底下是怎么做的 就像隔了好多层 呃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必须要有很有专业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出具审计报告 呃 那么才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去买卖这些股票 呃 放心的去做各种投资理财专业能力很重要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品格啊 或者说是你的操守 这个东西要比这个专业能力更重要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这些审计师事务所 他到底站在哪头了 呃 他到底向谁忠诚 这个其实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 他们呢 很有意思 正常情况下咱们做生意是谁给钱在向着谁 对吧 比如说我是叫金山集团 然后呢 我请了快计师事务所给我做审计 啊 金山请的是安永 因为我以前就 就是在猎豹移动也是金山下边的子公司嘛 所以我们也是用的安永 啊 我们请安永来做审计 然后每年给他几百万美金 但是呢 他不是我这头了 他是哪一头的呢 他是站在SEC 就是美国的股票监管这一头的啊 然后呢 他要帮助SEC去监管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账目都做对 然后呢 是不是完整的披露了我们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 绝大部分就是甲方乙方嘛 甲方给钱乙方听话嘛 这个 但是他呢 是我们给了钱以后 他不站在我那头啊 他要审核我 叫屁股指挥嘴巴 这件事情上来说呢 审计公司是跟正常的甲方乙方是不一样的 那么股民跟公司之间怎么叫对立统一呢 股民希望公司好啊 这个公司呢 也希望公司好 大家都希望说公司把业绩做好 然后大家一起挣钱 但是另外一头呢 公司也希望去割韭菜 股民不希望被割 所以呢 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啊 叫做对立统一的关系 然后剩下的就是谁呢 就是审计公司跟CFO啊 这个CFO这个事情啊 他是很有意思 就是CFO其实是 他也算是一个中间层 就是虽然他是属于公司的CFO 公司会给他付薪水 他也为公司去说话 但是呢 他也是站在中间的 他呢 如果完完全全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去做假账 去割股民的韭菜 那么这个CFO会被取消资质了 就是说这辈子不可以再在任何上市公司里做CFO 这个事是有规定的 而且CFO做错了事情啊 做了假账 他会跟CEO一起去坐牢 对吧 其他人可能你最多罚款 或者是辞职 或者什么就完事了 要坐牢就是CFO跟着CEO一块去 所以CFO跟审计之间呢 是要有博弈的 而且在这个里头 还有一个东西叫审计底稿 对吧 咱们现在老说 啊我们国家要安全 然后你们都把我的审计底稿拿走了 那都是纯扯淡的东西 审计底稿 其实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监督你不要作弊 对吧 就干这一件事情 不要去做假账 但是咱们就是说 我愿意做假账 你管得着吗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法整 咱们呢 现在是一头跟美国说 我们已经达成了审计底稿的这个谈判 对吧 我们的谈判方式是什么 就是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你想来查审计底稿 可以 但是上哪去查 那上香港去查 对吧 你从美国可以派审计师到香港去 然后到香港去以后 让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把审计底稿交出来 你们去查 没问题了 这个事我们已经做到了 然后另外一头是谁 就真正要去做假账 或者做大的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造假 或者说不可以让大家去看账目的这些公司呢 我就直接退市 比如说去年我们退了一批回来 像什么各大国有银行啊 什么这个电信运营商啊 这种呢 我们就退回来 其实你也就不要去研究 我到底挣了多少钱 发了印了多少钱啊 怎么花的就别弄了啊 你听中国统计局的就完事了 原来这些公司 比如说像什么工商银行啊 什么好多这些银行都是在美国上市的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去了啊 你也别看我的数据了 我也不给你看了 咱也就不要再研究这事是真的是假的了 我自己拍脑袋 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甭管你信不信 我就信了 我呢跟四大还是打过一点点交道 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是什么呢 就是列宝移动要上市 安勇就来了 说我们要给你做审计 当时差点都没上去 安勇差点没把列宝整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吧 他说了 对于一个做移动应用的公司来说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到底有多少安装量 对吧 到底有多少人装了我的APP了 然后这些人每天用了几次 然后用了多少这个事呢 你得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拿出来 那你要有审计提稿嘛 那么他的审计提稿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给了我们一个SDK包 就是安勇做的 在这个一个SDK 或者说一个这个 可以插入到我的程序里面的 可以寄出的一个程序 然后说你去把这个东西 插入到列宝的移动应用里头去 这样我就可以收集数据了 然后我这个数据就是真实的 我可以保证他的真实用过安勇的 这个叫做名声 我来给你担保 然后当时我们也没想 就把这个东西拿回来 拿回来就开始装 装完了以后发现不行 怎么不行呢 那东西做的巨笨 而且特别特别大 因为大家知道 做一个移动的应用来说 没把这个安装包的尺寸缩小500K 你的次质留存就可以上升一点点 他们的东西做的巨老大个儿无比 占用各种内存 然后效率还特别低 而且经常装上以后 那个手机就卡的不行了 就后来说那个说不行 我不上市了 对吧 说我把你这东西装上以后呢 我们公司就倒闭了 对吧 我用户就直接卸载了 不玩了这事就 所以这个就就就没法弄了 然后我们就跟他商量说 算了我们不去了 对吧 你要我们为了上美国上市 你把我公司的产品做坏了 然后或者说 让我整个产品体验下降 这事没法整 后来那个安勇说 因为他想挣这笔钱吧 我们跟他去做审计上市 他可以挣一大笔钱 然后他就跟我们商量说 那你说怎么办这事 说这样 他说我们啊 写一个这个STK程序 或者是一个这种包 然后我们把这个包的 所有原代码给你 你去审核这个包的这个原代码 然后呢 看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你也别回答我作弊了 对吧 然后他说他们同意了 我们就自己写了一个这个包 然后效率非常高 很小 不会造成卡顿 然后用户也基本上无感 这个东西呢 就给安勇说 你去审计这个玩吧 安勇审计了一下 说行没问题 你没作弊啊 这事是真的 然后我们才把这个东西 打包在所有的应用里边去 收回这个合适的数据啊 或者说合规的数据来 然后安勇拿着这个数据去做报表 说哎 这猎豹一动啊 是没问题了 他们做的整个这个数据都是合规的 然后现在他们到底有多是日活 多是月活 什么都是这样的啊 这我们就猜 上市这个也是当时第一次跟四大打交道啊 干的这么一个神奇的事情 但是你说这事里头到底有没有作弊 我们就不在这讲了啊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去讲 下一个 当我们公司已经上市了 上市了以后 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就要做合规 做审计了嘛 每年你要出报表 出这个财报 然后他要给你出审计报告 要干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就会很痛苦了 为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做审计的时候啊 他也是不是说零和一之间的差别 他中间是有很大灰度的 就是有很多的账目 你一开始做的不是那么合规 他们会教你说你怎么把它做合规了 记得当时他们跟我讲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账目 第一种呢 就是说没有问题 我就直接给你写上去了 这事是OK的 我签字了 第二种呢 是叫做一种是小的错误 或者一种警告啊 就是你这个东西可能有问题 会给你写上 你这是有问题的 但是也也是可以过关的啊 他也会签字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你是有一个重大的风险 那么这种的话 你出来以后 你基本上这个今年的审计报告 都过不去了 所以正常情况下 这种审计公司会干嘛呢 他会给你真的叫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发现你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他说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改成警告 有一个警告 说能不能不得警告给我抹了 对吧 他们会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说你这个有个警告 对吧 我想把我给你处理掉 但是处理的方式不是说 他直接把那个审计地方改了啊 或者说直接给你美账改了 不是这样啊 他会要求你再去做一笔业务 或者做一个协议 再把这个账重跑一遍 对吧 做完了以后 说啊这个差不多了啊 可以算是一个合规的一个操作了啊 就可以了 但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猎豹移动 其实当时遇到了一个特别二的问题 就是内审和外审在一起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猎豹移动上面的母公司 是叫金山集团啊 就是邱博军创立 后来雷军管理的这个公司 叫金山集团 他呢 是要对猎豹移动 做这个叫内部审核 因为它是 你是人间的子公司嘛 你每年交的这个报表 他也要审计你 我们到这个美国去上市 在纽交所上市 我们就要做外部的审核 对吧 我们要向SEC去交这个审核报表 那么最后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内审跟外审是一家 对吧 就是都是安永来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失去了 跟安永博弈的一个重大的砝码 这是什么砝码 其实原来我们比如 圣诞网络的时候 人家那个审计师来了 说你这个不行 过不了关 过不了关 那行啊 那你不给我签字 我就换一件 换一件 我找另外一个四大的吗 不是就你一件 对吧 我换一件就给我做 行不行 人家就让我过关了 那这个行吧 我再给你再看看 能不能再怎么调整一下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上市公司跟这帮审计公司之间 还是可以博弈一下 还是可以跟人去谈的这个事 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呢 就是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就可以处理一部分 但是也不是都能处理掉啊 就是有一部分是可以处理掉的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权利去换它 对吧 这个像猎豹当时就属于 我一点权利没有 就是你就是我的审计公司 对吧 内审外审都是你 而且是由集团母公司来指定的 那你就拿它没办法 那就所有东西按最严格的来做 导致什么 整个公司的效率下降的一塌糊涂 因为你按他那个东西做 肯定是效率是很低的 而且上市公司 整个合规部门是非常大的 非常多人 而且工资非常高 就是很多人说 我做创业 我做企业 我一定要上市 千万别犯这个啥 我记得猎豹当时上市之前 大概只有可能二三十个财务 然后上市以后 大概有两百个财务人员 包括合规的这些人在一起 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 而且这些人的薪水非常高 因为他需要能够做美国纽交所 或者符合SEC要求的所有的这些账目 对吧 那么他这些人英文或者什么都是很好的 这个是成本是极高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我第二次 开始跟这些合规的人去打交道 这个也是很烦的事情 就跟这些四大打交道 实际上都是安勇 然后第三次是跟他们打交道是什么时候 就是去做并购 就是因为我做投资 然后经常有时候会去收购公司 特别是一些境外公司的收购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去做禁止调查 或者做一些 就是我们要收购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要对这个公司进行审计 他的很多的账目 很多的这些东西 我拿回来我们自己的财务是看不懂的 或者说他也不愿意给你的财务看 那你就需要再去找一个这样的公司 等于我们再跟他签一个单独的协议 审一个公司给他几十万美金 或者是更多一些钱 然后他去给你审去 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大概第三次跟他们打交道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请这些人去审 而不能自己去审 因为对方 比如我要去收购一个某个法国的一个企业 然后他们也会去请这种审计公司来 做这个报表 我们自己去看根本看不明白 或者说让自己的财务去处理 可能也能处理得了 但是这个就是没有人家那么专业 也相当于是两边律师在打官司似的 这个你一定要请这个大律师去跟人打官司 或者请同等级的律师去打官司 这个事儿才能不被人碾压 对吧 那么我们也要去请人去处理这个问题 再往后就是做一些咨询服务 就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做一些税务咨询 做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咨询 也是要给他们付钱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能就换一下了 就不是用这个安永了 可能用普华 或者用什么 这个都会用税务咨询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做跨国并购的时候 是一定会去问他说这个到底怎么去省税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会去来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当然很贵 这个做税务规划是非常非常贵的 我记得当时是川普跟拜登两个人做竞选演讲的时候 或者竞选的 他们两个人在做辩论的时候 拜登就问说川普你交了多少税 然后大概一年交不了多少税 对吧交了可能几十美金还是多少税 我忘了 然后那个拜登说是你你不号称你是亿万富翁吗 对吧 你就交这点税 你你腰脸吧 你后来那川普说这个有钱人都是这么干 对吧 他这个税交给谁了 就是他们大量的钱交给了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 然后他们去给你做税务优化去了 优化完了以后 比如说原来应该是交几千万美金的税 然后你可能交了几百万美金给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给你东弄一下西弄一下完了 OK你这个税就不用交了 或者说他给你把他用其他方式给你处理掉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以前在上市公司里头也还是 就是每一次做大的交易都是需要去花钱 去做这个税务规划 这个也是跟他们去打交道的一个过程 正常跟这个四大打交道的最多的是什么 不是跟这种工对工的这种打交道 真正打交道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招聘四大离职员工 为什么会招聘四大离职员工呢 你想他一个公司有几十万人啊 二三十万人的一个公司 每年他们可能会招几千或者上万的这个员工进来 你想他假设吧 他是三十万人的公司 然后我们一个人从上班到这个退休 可能干三十年 那实际上就是你每年要招一万人进来 然后每年有一万人退休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所以他会大量的招聘进来 当然还不止一万人 他可能每年要招两三万人进来 或者是四五万人进来 因为他中间会大量的淘汰 或者说有大量的基层员工 可能干个一两年 他就走掉了 所以呢 就是你要想说 我们做一个公司 要想招一个比较好的财务人员 这些人大概率是四大的离职员工 你能够从学会计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 对吧 拿到所有证书 然后能够被四大招聘进去 就说明他已经替你把过一变关了 后面再要去经过四大的这种很残酷的这种培训和训练 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 后来我们做投资部门 包括后来做基金做什么这个东西 我们也特别喜欢招这个四大员工 因为这些人啊 他有很多特别奇葩的特性 第一个特别吃苦耐劳 因为为什么 就是四大员工是一帮用生命在工作的人 对吧 他们的什么腰椎病颈椎病的高发人群 比程序员的发病率还高 因为我原来在这个猎豹投资部里 他就有一个四大出来的一个小姑娘 他说他们每次出去审计 审计完了以后 那个就是浑身都麻 手麻脚麻 就人都不会动了那种感觉 然后就休假 因为他们薪水也比较高嘛 然后福利也比较好 出去休假 休假一段时间以后 说OK 这个你恢复了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再审计去吧 他们是这么工作的 他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出财报出年报的时候 都是集中吧 年末年初的时候 然后别人都在放假 都在那个什么的时候 对吧 这帮人就干这个去了 所以他们其实很辛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极其专业 对于各种财务数据和操作都很熟悉 哪个地方容易做猫腻 哪个地方有可能有什么问题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还有呢 就是这帮人是可以当半个律师去使 因为你虽然他是财务人员 但是呢 财务其实有大量的法律规定 有大量的什么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 他们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 这些人呢 这是优点 但是他们也有缺点 他们的很多缺点是什么 就是对某些特别具体的业务 特别是在水面以下那部分 他们需要重新学习 像我原来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我的那个上级领导 对吧 他是这个大摩出来的 他的口头上就是Excel 我是他祖宗 对吧 就是他可以把Excel玩出花来 像我们就不行 这个像我们这种具体做业务的人 对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熟 现在啊 央企呢 已经从美国逐步退市了 就是以后可能所有的央企 所有涉及到我们要出去 这个编瞎话了 或者说我们不希望被人知道的这些东西 就都从美国退市了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割中国韭菜 割这个香港韭菜就完事了 那么四大在国内的生意就会急剧的萎缩 刚才下午还看了一个数据 他们大概80%的收入 还是70%的收入 都来自什么 就是央企 不是什么那些小公司 或者地方国企 什么其实那个给的钱没那么多 因为就是到美国上市的几百家公司 就是这些公司是使用他们的 其他人其实也不怎么用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贵 而且你让他们去给你做假账 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法变通的 因为你一旦变通了被抓住了以后 整个公司可能百年公司就咔嚓就没了 所以他们真的不给你弄 很多国内的上市公司 特别是A股的上市公司 是不爱用他们的 只有是像什么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什么什么中国石油 就这种大洋企是一定要用 那么中国下一步是干嘛 全面注册制 现在也说我们要全面注册制了 那么在全面注册制以后 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会计师的这个脸啊 或者会计师的这个担当 但是这个东西呢 又没有 对吧 为什么中国在这几年里头 把专家的这个脸已经都撕干净了 对吧 说这专家说的专家算个屁 对吧 都是这样 对吧 那么会计师原来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肃 比较这个是要靠名声去吃饭的 对吧 那么这些人现在说我们最讲名声的这些人 我们不跟你玩了 我们重新去安排一些新的这个会计师 或者是新的这种完全内资的会计师 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这些人呢 肯定是先算政治账 然后要听党的 对吧 我现在原来有这么个笑话 说一个大公司去招聘会计 一道题 说一加一等于几啊 对吧 一帮人说等于二啊 说你们都不合格滚蛋吧 对吧 然后有人说等于一啊 等于零啊 等于三啊 都不合格啊 都滚蛋 然后最后留下一老会计 说你还没交卷呢 你你告诉我一加一等于几啊 这老会计说 老板 您希望他等于几 对吧 我就让他等于几 他是这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所以会计呢 是一个 就是他是可以在很复杂的财务制度 和整个这种监管制度里头 让你合规的 能够去挣到你那笔钱的那个人 对吧 大家还记不记得看新德勒名单里头 说这个新德勒就讲说 一个人一辈子需要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一个好牧师 可以帮你去做这个祷告 或者帮你做告解 然后第二个人是个好大夫啊 好医生 可以帮你治病 第三个人就是一个好的会计 可以帮你去这个管理你的账目 帮你去挣钱 但是中国后面这部分啊 咱们就是找一帮 听党的 然后呢 帮我们去做注册试 然后大家好好的把这个韭菜包里的 钱包里的这个钱都掏出来 去买股票就可以了 这就是中国要赶出啊 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让你们都滚蛋啊 就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一个故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东西 就是我们的地监